HELLO 大家好 現在是2017年的12月31號 是今年的最後一天 然後今天呢我和我家人一起去故宮博物院看那個大英博物館的那一展覽 展覽 應該是看完然後在台北市隨便晃一下吃一下東西 然後晚上就會回家了 跨年通常都是在電視機前面跨的 然後我現在要開始化妝 因為他們等下9點就要出門了 跟家人一起就是他們都要很早出門 今天主要會用到這款氣墊 我覺得它殼尺超級漂亮的 很精緻 它裡面長這樣 有打亮跟唇頰彩 你這樣打開來 這樣 它可以這樣 它這樣翻面之後這邊就是氣墊 我還沒有用 我會用到這間氣墊 在這裡 今天大家報告一下我剛才用那個氣墊有一點無感耶 因為它用起來沒有特別遮瑕 然後也沒有很水潤 而且甚至它有一點黏黏的 就是我覺得我現在皮膚上面有點黏黏的 它的唇頰彩顏色我覺得蠻實用的 但是它的那個打亮膏我覺得應該也是算雞肋型的 而且我覺得它打亮的有點太大塊了 它應該跟它的夾彩膏一起一半一半就好了 現在我用這個定妝 那個打亮一上蜜粉之後它就消失了 我要先去吃個早餐 我吃飽了 現在繼續趕快來化妝了 所以最後一天鼻印也是不能忘的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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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not here with me But give it time you'll save I'll get you on my team 我要赶快出门了 I'm on You've got I'm on You've got I'm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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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我回到家了 現在肚子吃好飽 晚上吃港式養茶 然後這應該是我今年最後一段錄影的時間了 我等等就要跟家人在客廳 一起喝一點點小酒 然後聊聊天看著電視跨年 我通常跨年就是這樣 就是待在家看著電視 然後看著101在電視上播那樣放煙火 完全沒有想要去人幾人 然後總之呢很感謝2017年 我開始創頻道以來 有大家的觀看我感謝 所以2018年我的目標呢就是 希望可以持續的繼續製作影片 然後好好地經營我的頻道 跟我的IG 就是對 現在這樣的生活其實我還滿幸福的 那2018年的目標就是希望 繼續維持這個幸福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2018年能夠 順著自己想要的方向前進 然後如果你有目標的話也祝你的目標可以完成 那我們就2018年再見囉 不過你們看到這支影片已經2018年了啦 那就希望我們今天繼續見面囉 大家掰掰 我來補一下美妝點 我今天用的這款氣墊呢 經過了12個小時 狀況如下 我沒有補妝 我只有用那個面子把油吸掉而已 然後呢現在就是 比較油的T字呢 就有浮粉跟出油 但它不是那種大爆油 它是微微的出油 然後下巴也是浮粉這樣 然後臉頰呢 這邊 這邊維持得還不錯 然後這邊 因為我剛剛可能有這樣一直伸著手把 所以我這 有一條印子 有一根像手指頭的這樣子的腮紅不見了 這碗 argued 我現在這是第一次的心情我覺得是沒有特別喜歡 但也沒有特討厭 所以就是沒有特別推薦 我最開心的應該是昨天 這支寄到了 我覺得它超可愛的 �� 大家掰掰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